武漢出租車司機的天要倒塌,小蘿蔔在武漢殺風,700萬網約車司機嚇到騰騰震。 這個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?最近在中國湖北省武漢市中心的馬路上, 呼銷的車輛中可以看到一些速度有點慢的白色電動車。 如果仔細看進去,會發現政府駕駛座位都空無一人,方向盤會自己轉動,後座還坐著客人。 這就是中國企業百度推出的無人駕駛計程車,羅伯快跑。 人家稱這種車為笨羅伯。近期在中國北京、上海、重慶、濟南、武漢等城市展開測試。 一位武漢市民眾叫了一輛羅伯快跑無人計程車, 我們來看看他的坐車體驗。 我叫了一輛無人駕駛的羅伯快跑,本來是在對面上車的。 他告訴我,那邊停不了,要我到對面來,我現在繞了一大圈,走到這裡來等。 你這樣要我怎樣走過去呢?你停在馬路中間,這樣很危險的。 喂喂,站住站住,你進來吧,你走在外面做什麼呀? 大哥,你停到旁邊來,這樣我怎樣上車呢? 你不停到旁邊來,我怎樣上車? 你停過來吧,你在馬路中間,我怎樣上車? 你要我現在數碼上車? 天啊,你要我現在就在這裡數碼上車? 怎樣走呢?大哥,我叫了你的車,你在這裡做什麼呀? 哎呀,跑到累死了,天啊,你把我跑到累死了。 我跑了一站的路,坐上你這輛車。 哎呀,朋友,我跟你說,在那個高峰時期,千萬不要叫那個無人車。 他要不就在馬路中間要你上車,要不就在前面跑到很遠, 你跟著他的屁股在後面追。 我說得沒錯,師傅,我沒有說錯。師傅,你可不可以不要一驚一讚呢? 旁邊剛才那個電動車離得那麼遠,你也急殺車。 而且,在大白天,坐車是什麼體驗? 就是外面的人看到我好像猴子那樣。 一個人坐在後面,就是我坐的這個窗口為止。 外面的人都要過來看我兩眼。 你看,這裡的人把我當成猴子那樣看。 這個是不是到了?那我下車了。 拜拜,師傅,拜拜。 這個羅伯快跑和一般的網約車一樣, 都是通過小程序或者APP落單的。 不過,車輛抵達之後,乘客需要在車的後門附近的小屏幕 輸入手機後四位數字,這樣才能解鎖上車。 上車之後,乘客面前的屏幕也會提示是否開啟行程。 乘客如果不動手確認的話, 羅伯快跑就會一直停在原地不動。 目前,武漢市是經營雙營運無人計程車規模最大的地區, 已經有500多輛車在提供服務,年底將增至1,200, 採用24小時的運作模式。 由於無司機,人力成本大幅度降低, 以價格的優勢吸引用戶。 這種車在武漢市內每10公里的折扣大約是4到16元之間, 也就是美金5毫半至2元而已。 而傳統的計程車、網約車的價格在18元至30元之間, 也就是2.48到4.13美元。 根據湖北發布消息, 羅伯快跑每台車單日最高接單超過20單, 在武漢地區的訂單總量已經超過了600萬筆。 對比出租車司機每天20張訂單, 接單量已經趕上傳統出租車。 根據百度今年一季度的財報數據, 全無人駕駛訂單比例已經超過了55%, 並在4月份繼續上升至70%, 預計未來幾個季度將快速升至8%。 那麼,在中國有多少網約車司機呢? 根據中國網約車監管信息交互平台統計, 全國發放的網約車駕駛原證, 從2020年10月的254.5萬本到2024年4月增至540.6萬本, 增幅達到112.4%。 目前在中國經濟持續下滑, 失業率居高不下的情況下, 很多司機靠開網約車或計程車養家戶口。 而羅伯快跑的出現, 加劇了司機的失業焦慮, 讓司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, 擔心羅伯快跑搶走他們的繁腕。 近日,武漢當地出租車業者發布公開信陳情, 要求嚴格控制網約車的數量, 要公平競爭, 針對羅伯快跑提供的無人出租車相關服務, 就要求不能給特權,應該限制區域。 我實名抵制,無人網約出租車。 現在的無人駕駛已經在很多城市投入了營運, 這個模擬被我們網約出租車司機帶來了很大的壓力。 開網約車本來就是疲於奔波的工作。 這幾年,隨著各平台的競爭, 運價更是一降再降。 我們司機每天要開16個小時, 才能勉強養家戶口。 辛苦也算了, 現在的無人駕駛必定會讓我們的司機生活雪上加傷。 爭氣機的誕生餓死了福爾嘉賀上的千夫, 不要讓這些無人駕駛變成了壓垮我們司機的最後一斤稻草。 後面的滴滴司機, 外賣小哥也會很慘, 特別是外賣員影響很大, 因為他還未覺得, 但馬上就要來了。 一位叫車常語的網友說, 全中國的網約車司機, 加上送快遞或外賣的人員, 人數超過了2,350萬。 隨著無人車的普及, 受影響的就是2,000多萬的家庭。 為什麼這次廣大社會公眾會更恐慌無人駕駛出租車的到來呢? 10年前,網約車剛剛出來的時候, 出租車師傅也非常抗議, 但仍然阻擋不了網約車的發展。 這次大距率也是這樣, 但網約車和無人出租車帶來的結果是完全不同的。 網約車是代替了傳統巡遊式的出租車, 但它並沒有代替人不開出租車。 人類一樣可以開網約車, 一樣可以借助網約車養家戶口。 而且網約車還提升了人類的出行便利性。 在一定的角度來看, 是科技讓人類的生活變得更美好。 而無人駕駛出租車的到來和普及, 是完全將人類代替了。 可以嗎?當然可以。 如果整個社會都是無人駕駛, 那麼交通事故可能就不會發生了。 這也是大部分專家和測評人經常掛在嘴邊的好處。 無人駕駛技術不僅可以進入無人出租車領域, 還可以進入無人送外賣, 無人送快遞領域。 而且這些在慢慢普及。 不過,一件事情, 我們不能只看到它的好處, 更要看到的是, 好處大於壞處還是壞處大於好處呢? 如果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, 全國有14億人口, 難道我們缺少開車的人嗎? 缺少送外賣、送快遞的人嗎? 答案是顯然易見的。 根據公開資料不完全統計, 全國有超過600萬的網約車司機, 超過450萬的快遞員, 超過1300萬的外賣員。 這三個行業總共加起來的就業人數就超過了2350萬, 背後可能就是超過2000萬的家庭。 試想一下, 如果這三個行業都被無人駕駛技術代替了, 大家可以想一下, 有沒有一個, 或者兩個, 或者三個, 或者四個的新興行業, 可以再創造出超過2000萬的就業崗位呢? 同時, 對學歷, 對技術的要求還不用那麼高, 有沒有呢? 從目前來看, 沒有人能夠給出確定的答案。 這也是為什麼廣大社會公眾對這次更恐慌無人駕駛出租車的到來。 網友也列出了自動駕駛計程車的優點, 除了價格夠便宜, 還省了人來製造的困擾, 比如移微, 避免擾路, 固定的冷氣等。 有民眾嘗試坐羅伯快跑, 反映感覺還不錯, 主要是它的價格夠便宜, 每10公里才$3.9人民幣, 也就是54美分。 但是這些無人駕駛的汽車也存在不少問題。 有些人坐進車後, 車門打不開, 只能打羅伯快跑的電話扣助。 比如, 車前面如果有一個人站著不動, 他站在這裡一個小時, 無人駕駛的車就等一個小時, 他不會轉彎。 還有網民上傳了日前在武漢街頭的一幕, 在街上有兩輛羅伯快跑, 塞在一起, 互不相讓, 造成了交通堵塞。 警察到場後也很無奈, 不知道怎麼辦, 因為車裡面根本就沒有司機, 還有一位警察指揮這個笨羅伯快走, 但是這隻羅伯好像聽不明白警察在說什麼。 還有人說, 羅伯快跑無人駕駛並不是真的無人, 其實是一批工作人員在室內遠程控制這些已經上路的車輛。 網友質疑, 科技的進步對普通老百姓來說是好事還是壞事呢? 科技的進步到底是好事還是災難呢? 現在是所有的那些資源都在向那些頭部的網紅、 頭部的公司聚集, 形成了壟斷的效應, 真的對老百姓有好處嗎? 怎樣看都是這些大企業, 打著科技進步的名義搶老百姓的繁碗, 我是個普通的老百姓, 我知道不能一上來就把所有的東西吃光, 那人家都會餓的啊? 走窮人的爐, 讓窮人無爐可走, 這就是我們科技大廠做的好事。 羅伯背後的大哥在外國從來都沒有贏過的, 但是在中國就一家獨大, 從來都沒有輸過。 還有網友爆料, 其實羅伯快跑目前的價格優勢是資本在背後補貼, 目的就是以這樣的運作模式盡快上市, 以賺取資本市場的資金。 這也是為什麼羅伯快跑爆火之後, 百度港股直接暴漲百分之十二, 翻了五倍。 根據百度副總裁黃雲鵬報出的營運成本, 一台車一天的運營成本接近五百元人民幣, 平均每天單量二十單, 正常人都知道每十公里3.9人民幣肯定是虧錢的, 連車輛折舊費都還沒有賺回來。 但是為什麼虧錢他們也要繼續做呢?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, 你就會明白的了。 你看看當初滴滴上線的時候, 十公里免費, 首次打車只需要一元, 滴滴司機不僅可以拿到全額的單價, 還有滴滴公司額外的補貼, 在不斷瘋狂消錢的補貼之下, 滴滴六年一共虧了上千億人民幣。 但是讓人匪夷所思的是, 滴滴創始人呈為, 身價卻高達三百億, 合四十一億美金。 這個究竟是為什麼呢? 今天我就將資本的謎底揭開, 讓你們知道他們到底賺的是什麼錢。 假如你有一個項目, 這個時候可能連一個產品都還沒有, 甚至項目也處於木牙的階段, 但是你的錢已經用完了。 這個時候找銀行貸款, 銀行是不會批給你的。 於是, 你找到投資人出揚百分之二十的股權, 融資五百萬人民幣。 這個時候你公司的股價就是三百五十萬美金。 但是這個時候, 投資人還沒有賺到錢。 到了下一輪融資的時候, 你又出揚百分之二十的股權, 拿到風險投資機構的二百八十萬美金。 這個時候, 即使這個公司依然持續在虧錢, 但是它的股值已經達到了一千四百萬美金。 而原先的投資人手中的百分之二十股權, 也就是價值達到了二百八十萬美金。 這個時候, 公司可能才成立了三年。 美國經濟學家王大衛在接受海外中文媒體採訪時表示, 目前, 美國包括谷歌和特斯拉都在進行無人駕駛方面的研究, 但是受限於美國的各種法律法規和安全規範, 他們有比較多的顧慮。 但是在中國國內, 政府能夠隨意修改法律法規。 從法律、資金到路權, 他們完全不用考慮, 等於他們擁有了更好的試驗場地。 王大衛認為, 從中國官方來看, 他現在考慮的就是那些未來彎道超車, 通過電動車加上無人駕駛, 能夠在全球佔有領先的地位。 因為無人駕駛汽車並沒有在很多國家推行, 北京政府允許他在街上不斷行駛, 不斷訓練機器, 改進技術, 未來就有可能更成熟。 目標市場不在國內, 目標的市場是在全球。 中國政府不會考慮老百姓 坐這種車危不危險的問題, 也不用考慮太多法律法規。 失業率有多少, 也不是他考慮的關鍵點。 對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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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!